15日,卡拉组合出身的居荷拉去世两周年之际 居荷拉的亲哥哥居浩仁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表示 为了支援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们 将拍卖荷拉的油画作品 所得的一部分将捐于Fluency非盈利机构 Fluency是日本东京最早获得非盈利机构认证的儿童福利支援机构 此次拍卖会将从居荷拉去世两周年的24日到12月10日进行 居荷拉从2018年到2019年画的作品题材 包括战术头盔、月亮、棺木等 拍卖网站以Karas of Haragoo为题公开了十幅作品 在作品介绍上写道 人类的寿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没有一个人记得自己为止 居荷拉留下的十幅画是她留下的颜色 还留在这里 请大家透过居荷拉的颜色记住她 居荷人在IG上写道 光越亮,人就越耀眼 光越亮,人的影子则越暗 影子也是人的一部分 即使是现在,我也想要紧紧抱住荷拉的影子 另外居荷人在居荷拉去世后 与亲生母亲提出了继承财产分割 审判请求诉讼 致力于制定居荷拉法 终于在2021年6月15日 法案被国会通过 居荷拉曾经以组合卡拉之名 捧遍亚洲 2019年10月24日 已因不敌抑郁症 最终选择自杀身亡 年近28岁 据悉,居荷拉生前一直因母亲而被收进打击 希望聚荷拉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好好的 爱豆韩瑜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瑜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